天气慢慢凉了 很多人把棉被拿出来了 但是这个棉被要不要换呢 有请求专家说 一般枕头可以用三年 棉被的寿命大概是五年 特别是碰上它的舒适度 还有这个温暖度 不像以往或是太脏了 当然就应该立刻态换 但是如果舍不得的话 透过晒太阳也可以延缓使用年限 枕头是新的 棉被也是新的 但你有想过卧室里的请具 用多久它就该换了呢 摊开棉被铺好来 边捧边拍让枕头更蓬松 要让床看起来舒服 请具是关键 但是太过依赖不割舍 小心成为睡眠杀手 民众在卧室使用请具 像我躺上的这个枕头 平均三年一换 至于干在身上的棉被 使用超过五年以上的大有人在 枕头在我们使用率算是相当的高 因为你没有去更换 这些会产生一些后遗症 会产生这个蛮虫或是皮肤过敏 先来看枕头何时换 分成乳胶剂一枕跟羽毛枕 三年一换的原则仅供参考 但是碰上了乳胶枕氧化发霉 或舒适度和支撑度不如以往 又或者孕妇和腰椎 患者需要不同功能的枕头 还有换床铺 记得连枕头一起换了 所以通常在保暖度 湿湿度 或是它用久了以后 这个品质已经直变了 这个都是需要去换棉被的时候了 棉被是保暖的请具 但盖不暖不代表这个棉被坏了 该丢了 棉被的蓬松度不够 保暖性不佳 最好马上换掉 或者碰上过敏患者 换一条蚕丝被 才能舒缓不舒服 不过棉被枕头 让太阳公公晒一晒 绝对能延长使用年限 不过要曝晒有淡输 每天早上10点以前 或者下午4点以后 才是适合曝晒的时间 如果烈日当头硬要晒 请具体的水分是晒干了 不过棉被枕头跟人一样 晒过了头 可是会老化的 要延长棉被枕头的使用时间 专家说固定时间 用温柔的日光曝晒之外 也别用真控包装 压缩收纳 以免请具难以还原 最重要的是 人一辈子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在床上度过 使用的请具 一旦觉得不舒服 不要勉强硬撑着使用 该换就换 以免影响睡眠 记者李梦章 张俊隆在台中的采访报道